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兴發財 農曆晉月初一就快到了 先在這裏 和各位觀眾拜過早年 祝各位一本萬利古運亨通 我們在一年幾集 將會請來堪餘學家和古平人 為大家預測九年古樓的財運 我們第一集很高興 請到麥寧寧師傅和沈大師 為大家預測一下香港的投資運 兩位好 想請教兩位 財宿九年就到了 其實今年香港的投資運 暢不暢王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是淡友 但其實這個淡不是無的放肆 如果純用玄學的角度計 財宿天江地支都屬土 但這兩個土等於紅毛泥石屎 是刪不到金的 所以對於股市和投資環境 其實是不利的為主 特別我過往統計 每逢沒有蜀月、沒有蜀日 市市都是跌的機會率是高一點的 如果你說整年的經濟環境、投資環境 我想用立春的白字來看 就看到日主就是一點燈火 就像蠟燭的火一樣 很弱的 但是金的元素就沒有在 金就是代表在這個白字裏面的財星 就是說整個局就沒有財星了 沒有財星的話 經濟、投資環境、股市 都會是比較弱和不利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或者覺得就應了一句說話 雞飛就久走 即是雞年升了上去 懂得走貨 九年就是走貨的時間 九年冒失年冒失為火庫 今年其實火是旺的 香港亦都很怕行火運 通常是金水運 香港才能夠經濟起飛 股市大升 而今年的立春白字不見財星 就等於小小好說不好聽 如果我一個人就是一個敗家 那就不見錢了 其實冒失這樣 坦白說是易有股災的 很難避免的 不過問題就是 也要捉緊一點 看看哪些月份入面 今年見好就收了 是啊 剛才零零師傅你也說到 今年可能會易有股災 其實也想請教兩位 其實今年有沒有一些風險大劫 要留意一下零零師傅呢 好 其實今年的立春白字 有點像當年雷曼 雖然爆鑊的時候 出市的時間那種情況 所以怕大動的就是金融體系 然後跟著政策的東西 其實內地已經出現了這些情況 你看到很多大的民企 即是樂視 海航那些 這些情況正正慢慢滲起市場反映出來 就是銀行的外壞賬是會慢慢增加的 所以零零姐你也很識財經 就是這樣 那另外一些行業 又有沒有哪些是比較旺的呢 如果我問我呢 我就覺得 今年榴槤的立春白字 木比較強 有四個木 還是甲人穴 木比較強的 就相關的 譬如說紫葉那些就會好些 另外火也是一個用神來的 我自己的看好 油價和中海油中石油的 不過不是現在買 等它下去之後 立下之後買石油股就好很多了 那大家留意著 那玲玲姐又怎樣看呢 很近似 因為我們始終如果以立春白字去計算 大家計算出的結果會是類同的 那木旺的年份 我們就當是環保 藥業 這類的東西會是好些 還有今年可能那些藝術品那類的東西 也都會有一些創新高的 而火旺就是石油 科技產品 電子行業 網絡的東西 那些e-commerce 人員是非常之好的 回顧雞年 其實港股都創了07年以來的歷史新高 而且全年都累積升了超過四成 那其實港股在9年還可不可以更旺呢 在雞年我的估計就不是太準了 我估計的頂是兩萬六左右的 結果就意外地更加升得強 這個更加升不代表好事 因為代表往後跌得更加厲害 如果農曆七、八月就甘比教皇 就補回不足 但大家又可能有些叫做下來了 又可以有些炒上去的現象 但又要好提防農曆九月任衰月 又跟立村八字丁任合卯衰合 又再波動過 總之今年就好走上兩級 就跌回到五級的情況出現 那就是真的要捉到一個波幅才行 我想五月左右 五、六月是一個低位來的 如果你博反彈就在那裏買 最遲就是八、九月 即是新月、有月那時候 你就要懂得走的了 好了,大市走勢就聽完了 那個人財運又怎樣呢? 下一集 九年生肖財運逐個足 他說到五度後 到六度後 到六度後 出發meg Himself 一會在哪個手 沒路在那邊 就要不要羨慕